HELLO,大家好,我是KASER 我是MARBO 我沒有出鏡 其實後面有人,但沒有人出鏡 美哥其實在那邊,看到嗎? 我沒有化妝 上次介紹了Mohun這盒Blog Game 開了一次給大家看 今次教大家整個Blog Game 究竟要玩什麼,要做什麼 我們待會就約了玩第二次 上次玩過一次 感覺是可以還原到Mohun的 你是不是想玩Mohun的Blog Game很忙碌? Mohun的Blog Game很忙碌 那不是已經整成了嗎? 不是的,之前玩過的 我忘記了哪一隻IP那些 有機會玩完之後完全不覺得是那些 純粹只有一個殼的 這個不是的,有感覺的 這遊戲最多可以四個人一起玩 和大家的狩獵一樣,最多都是四個人 最少可以兩個人入場都可以 但如果兩個人入場,牠可以帶兩隻貓入場 如果帶貓的話,其實是有不同角色的貓造型卡 和貓應該是有不同的能力 其實大家應該都要看著這本Woolbook 上次也有跟大家看過這本 一進去的時候,其實它有分… 我當作打空殘龍 它有分一星二星三星 怎樣呢?你都要先打一星 過了一星之後,一星可以無限打 如果輸了可以再入場,不算日子 因為這遊戲的玩法是… 計算你… 總共是玩二十五天的 二十五天就要儲裝備 儲完裝備之後,然後做裝… 大家可以看到 你可以做不同的裝備、武器 做完之後就更厲害 然後可以再打下一條更厲害的龍 過了一星之後就要開始打二星、三星 最多好像打四場 你看到一條龍 跟著我把面的人會在這位置入場 跟著條龍在這位置 然後… 原來這個是有些草蟲 這個是草蟲 我記得是… 躲起來的草蟲 對,躲起來的草蟲 還有一些… 這些好像是石… 一些水桶… 一些河流的東西 有些不同的地形的東西 之後呢 就會四處探索這個草地 如果你想拿鋼石… 骨… 那些就會在這裡 它就會告訴你 你第一次開始的時候 就是第一個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發生什麼事 你選擇什麼事之後 你就會跳去第幾個項目 繼續那個故事 會有很多不同的情節 有機會收拾到不同的素材 然後到最後就會告訴你 你遇到條龍了 那就正式開戰了 在發展的時候 大家都記得了 玩Rail的時候 竹跡 原來有機會 就是探索階段的時候 你找到多少竹跡呢 就有機會找到這麼多 然後到時候完結的時候 你就會找到二竹跡 那它就會告訴你 你條龍究竟是幾強幾弱 如果你找到多些竹跡的話 那條龍會加一招技下去 應該會加一招弱一點 理論上應該是 不知道會不會有特別 但如果你找到少些竹跡的話 有機會會加一招強一點的技 這個就是龍的攻擊卡 這個應該是用頭攻擊的意思 這個是爪 應該是爪攻擊 這隻大概古老的龍 應該當大家玩魔鏗的時候 看見它動到少少動作 你預判到它大概是出什麼技 它是有不同的龍 有不同的一疊疊卡 你看到有另外龍火龍 飛雷龍 那幾隻 這個位置 你看到這個位置 有隻眼和符號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代表它 那一圈會攻擊最遠 跟它最遠距離的那個 另外這個符號 這個位置是攻擊最近距離的那個 我當這張這樣算 這隻是它的招式名 然後這個會攻擊最近的目標 它會向著最近的目標走三步 然後它會攻擊範圍在一格距離 如果你要迴避的話 你要用三個迴避才能迴避到它 它會打你六滴血 這一個就是告訴你 它會攻擊範圍 即是只有頭 當這是目標這樣算 就放在它旁邊 目標走三步 它會衝過去 它會撞開它 然後它會攻擊一格距離 我先當它走三步 攻擊一格距離 如果這裡有人 它就要用三個迴避 然後只攻擊前面 前面就是計算這條線 我當它是這樣站的時候 它攻擊這隻的話 這個也叫做攻擊度 因為它的攻擊範圍 是這條線的範圍 這兩隻都會一起受到攻擊 這裏就是整條龍的攻擊模式 這個代表有多少個獵人 可以打多少張牌來做行動 之後 這個遊戲的玩法 它不是輪到你的時候 就四個人動一次 跟著一條龍動一次 它是看一條龍攻擊完之後 究竟你還有多少時間去打它 類似是 之後就要展示一下 自己的版面究竟是什麼 下面這一欄 就是自己的裝備 這張東西都會給你 告訴你 你要用什麼素材 之後你才可以升級到這把武器 防具也是一樣的 你要用什麼素材 之後就可以升級到什麼防具 這些不同的防具 這個位置應該是放貓的 這一行是什麼呢 這一行就是代表你自己有多少氣 那一行氣 那一行氣 那一行體力 那一行體力 這把武器 我這把武器 其實會打8 即有8個1的攻擊力 4個2 是的 偷到牌的時候 告訴你你可以抽幾張攻擊牌的時候 你就會在這塊卡裡面 洗勻之後 我當打1的時候 我就會獻一張 打龍一滴 剛才大概說過 那條龍會告訴大家 你有多少個角色可以打幾張卡 就是選擇其中一個角色 四個角色裡面選擇其中一個角色 就是告訴你 你是弓箭手 你知道技是什麼名字 然後你可以做什麼 這個是打1的卡 這個是告訴你 你的攻擊距離是多少 這個就是剛才有說過 那條龍打你的時候 你要有迴避值 剛才這張卡 不是說那條龍要三迴避值 你才能迴避的時候 這樣你就要 選夠3的號碼 反轉 蓋在這裡 這樣就叫做 用了三個迴避值 這樣你才可以避過那條龍的攻擊 我當不想迴避 眼石 這個就是你的血量 每個人初次會有8滴血 如果你之後被人扣血 扣多少 扣到0之後 就叫貓車 我當了 現在可以打兩張 打兩張的時候 可以在手牌這裡選擇兩張卡 選擇兩張卡的時候 我可以選擇這樣 這樣排了就用了兩張卡 大家只有五張卡的器 所以我就是說 為什麼玩下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些 他就是魔眼尼 你行氣最多用到多少東西 沒錯 當你做完自己的回合之後 他就會抽這個 你當是時間卡 這個叫時間卡 每一回合的時候 他有說 一開始你本書上面有寫 你這回合可以玩到30張卡 抽30張卡 抽30張卡 有機會一開始大家 探索階段的時候 他會不停叫你 你用了多少時間 就少了多少張卡 這樣 如果你現在 每一下自己打完之後 你就會揭一張卡 揭完一張卡之後 基本上上面那一項都是一樣的 就是叫你做什麼呢 就是叫你 你可以回一格氣 即扣一張卡 類似就是捉回五張手牌 然後下面還會有機會發生不同的事件 這隻是隻龍睡覺 上面有聲 對 就是龍睡覺 即是有不同的事件發生 所以這隻龍就會沒有了部位破壞 和會回血 好了 大概自己的身體就講完了 再給大家看看 這隻是三星的空柴龍 這隻是哪隻龍 牠的星數 牠的血量 血量很特別 血量是用這隻來展示的 其實我覺得牠很蠢 如果這隻龍有65血 怎麼掃65血呢 60 然後5 然後在旁邊5 這個就是龍對不同屬性的抗性 然後這個 原來你要打多少下麻痺 牠就會中麻痺 人和龍中的效果不同 自己看說明書 這裡會講這隻龍的特性 這隻龍有三個不同的部位 這裡是頭 那牠會告訴你 你要打牠的前面這一格 前面這一格 才能夠攻擊到頭 即是獵人一定要在牠的前面 才能夠攻擊到頭 那怎樣判定到呢 基本上跟剛才看的這條線也是 踩線的位置 就是兩邊都可以打到 如果這位是踩線 那這位置就只可以打爪 那些部位有機會 現在牠的頭是有1防禦 即是斷1防禦 即是你怎樣都要打2才破 然後這位置會告訴你 你要打牠多少次 破壞 就會破壞了部位 打5次 即是這裡放5個破壞標記 就會爆了頭 爆了頭之後 這條龍就會沒有水屬性攻擊 打龍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這樣 除了一些不同的 這個就是 在這張東西後面 就會是 打完龍之後 會拿到什麼報酬 爆部位就指定這些 其他報酬怎樣計算呢 然後就是紮色 紮色 紮色看你紮到什麼 然後有一張很蠢的紙 這張紙真的很蠢 這張紙就把你拿到的報酬 寫在這裡 句寫 即是你用了自己擦掉 對,用了自己擦掉 好,那我要跑一次的流程 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大家會掀這個怪物卡 你看到怪物卡是打最近的那隻 他會告訴你 掀它的時候 接著它動 最近的就是隔離一格的最近目標 如果有兩個人在附近的時候 他就看哪個的仇恨值高一點 然後他就會追著它走兩格 他會撞開它的一格 然後這樣兩格 對 兩格之後就會告訴他 他是打一格範圍 六個傷害 要以二回避值才能回避到他的攻擊 而且他只是打最前這一格 所以就算這個人在他後面 是攻擊不到他的 如果這個人是我的 要怎樣呢 我就要在手牌這裡 找二的回避值 至少要掀兩格卡 我才可以回避得到他 掀在這一行器 我就叫做回避到他這下攻擊 如果回避不到這下攻擊 我就是吃六傷害 當他攻擊完之後 我們幾個人可以選擇 一個玩家可以用三格卡 我手牌可以用三格卡 我手牌可以用三格卡 所以我可以用三格卡 先加一個儲力 這句話是說 當你下一個攻擊的時候 你可以再打一張卡 和破壞他的下部位 再打一張卡 第二張就攻擊他 就會扣一張卡 那我怎樣扣呢 剛才說這裡會再加多一張 所以我會在攻擊力中 揀兩張 攻擊力鞋 揀兩張 這裡三 我就會打他三敵 現在打了兩張 我可以再打一張 最後這個一定要去N才可以用 我可以多走一步 那我怎樣 這裡 但這裡我無法退 所以我當前一步 我可以退後一步 可以跟隨這個動作 之後 就可以打三張卡 還有這個符 可以代表我前面 至少有兩張攻擊卡 才可以用到這張卡 即我現在可以再打三攻擊力 二 三 四 即我又再扣四度 當你做完所有動作之後 你就揀一張事件 接著會發生什麼事 上面其實一樣 我告訴你 可以將一張尾的這張卡 燒掉它 接著之後 捉回五張手牌 接著之後 再走下面這件事 下面那件事 就說你麻痺 跌了兩張手牌 這些就跌了 只剩下兩張手牌 對 大概跑一次的流程 就是這樣 現在這次決定第一場 今天打飛雷龍 接著之後 四個角色 不是用紅火龍的四個角色 他們這次是用輕老 太刀 大鎚 大鎚 和松棍 用這四個來打第一場 我們看看他們 待會打上去 這個真是驚調 如果這兩張錯誤 放到 多厲害 兩張錯誤 這個重路 重路是要摘 這一個 摘兩張 摘兩張打什麼部位 清華可以摘到兩張都錯誤 正常兩張可以任意選一張 這張錯誤也有用這張 他竟然摘到真正的錯誤 他們剛才叫完一局 打空柴龍 三星空柴龍 我們幾個 因為之前打 阿Wing剛剛這次第一次打 怎樣? 我厲害 我厲害 我高輸出的 因為阿Wing的武器 我們剛才幫他設定他的武器 是跟回我的進度 所以他的武器是有升級的 然後Chris設定他 把鐵刀 他整場好像沒有輸出過 他連... 他連... 上斬尾都上不到 如果大家玩紅火龍那幾把武器 其實他會少一些特別的技能 蟲棍會有多幾張卡 吃三色蟲會有特別的效果 他每次攻擊的時候 就會掀一張 打的時候 如果他的卡有這個標誌 就會是打... 拿到這個效果 拿到這隻蟲的效果 蠻有蟲棍的感覺 他把鐵刀呢 要用到某一些技能的卡 說上斬尾呢 這張有的 這張有的 他會告訴你 可以順轉... 90度 這樣才會上斬尾 那他才會上斬尾 那他會上一斬尾 有些卡要到黃斬尾才可以用 黃斬尾才可以用這張卡 未都就不能用 這個就是重路 有點反過 重路的特點就是 他好像什麼部位都能打到 但是要抽 剛才青蛙就是抽到兩張靠差 然後重路射錯了 取無特別的 取順取好像是打頭會打痛一點 打頭會破部位 而且他真的有很多雲技 今天試玩這個介紹 差不多了 詳細規則如果有機會試玩 你再試玩的時候再講 我會講得不太清楚 今天就來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記得按個讚 還有按訂閱 還有按通知 拜拜